253. 信報財經新聞 無忘六四再否決 2015年7月14日徵程 A14立法會辯論無忘六四的無約束力議案 一如以往在建制派反對下被否決 提出動議的民主黨倩仲鞋表示 今年市民主派議員在立法會第17次提出議案 除了第一年獲通過外,除後年年被否決 他們會一直提出議案,直至六四獲得平反 善仲鞋又稱,八九民運以來的26年 內地社會貪腐有益家劇 香港民主倒退,港人已經由恐共變為對身份認同的懷疑 黨友兼支聯會主席何俊仁指出 內地維權律師被打壓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質疑這是什麼樣的中國夢 認為中國改革應始於平反六四 自由黨主席中國賓則稱歷史必有公論 認為與其埋首過去,不如展望將來 與中央建立良好關係、建築、測量及都市規劃介者 為全益稱,中央已經大力打貪 應給予支持和肯定 正情無望六四再否決 不安